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股票市場就是在實現 我們人生理想也好 夢想也罷的一個怎麼樣 非常好的地方 為了下的謎呢 因為我們大家幾乎都不是富二代 那怎麼樣能夠在這個社會翻身 股票市場就提供了我們一個怎麼樣 不錯的機會 可是我也不會言的講 大部分的人都是信聰聰的跑來股市 我要開名車 我要住豪宅 結果走向歸零高之路 怎麼這樣啊 因為你當初來股市的初衷已經變了 各位是來投資的吧 結果搞到最後通通變成投機 我最近就是反正喜歡去民間的APP 去看一下看看散戶的發言的內容是什麼 散戶在想什麼 哎呀我看了差點沒昏倒 哇這個股票我今天進去賺了兩毛 我又出來我先走了 慢走不送你先走了 哎呀明天這股票會開低啊 結果今天開高 就是反正胡說八道啊 我不知道這樣子的一個股市人生 對這些散戶朋友到底有什麼意義啊 那你乾脆就不要來股票市場嘛 對不對 你每天七上八下的這個心臟 這個心臟久了我看也是怎麼樣 也是受不了的啊 那不如把錢拿去定存 然後認真努力的工作就好了 從此就不要再看股票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至少你的人生沒有那麼多煩惱嘛 嗨聽到這個美國大跌就嚇得半死 對啊老船長 可是我知道各位是不可能離開股市的 因為這股市喔怎麼講 我不能夠舉那種不好的例子啊 就反正就是你一旦叼住了 你很難夠就是壯士斷丸 哎呀我決定怎麼樣不做了 你這隻手斷丸了 還有這一隻手對不對 到最後還叫朋友幫你打電話下單 所以不如我們就倒回正軌 就你就是投資的心 那什麼叫做投資各位觀眾 投資就是不要每天進進出出嘛 一檔股票我們看好 它大概會有一個波段的行情 那原因是12345blah blah一大堆 你要先做完功課 然後呢你進場 進場之後呢 它中間有上上下下震盪洗盤 你都不要去管它 對不對 我舉個例子喔 這檔股票叫如虹 那如虹呢 那如虹呢 曾經到達多少 差不多400左右 可是你知道喔 它前波最低在這裡 我給你看月線 月線比較準 這是多少錢啦 幾塊錢啦 好啦就到這邊好了啦 三四十塊啦 結果呢漲十倍 十倍喔 我相信很多人都在如虹喔 這支股票上可以說是傷心欲絕 欸不是賠錢喔 是少賺啊 那為什麼一個三四十塊的股票 而且是從底部更低漲上來 而且叫做紡織股 它竟然給我漲到三四百塊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很多散戶朋友啊 非常的餓 哎呀 如果我沒有賣的話 我現在也可以開雙B 或者是超跑 我也可以住在台北的天龍國的信義區 大安區 對吧 那如果歷史會重演呢 你會怎麼做 老船長一樣啊 我們還是短線做一做 然後被洗掉以後 然後就看著股票走到天上去啊 然後再一次二晚啊 然後就問說 啊還有沒有下一株 老船長你怎麼這麼了解 我們散戶朋友 開什麼玩笑 我在市場多少年了 那如虹它之所以會暴漲到這樣的程度 就是我在上個禮拜五 我就講了嘛 它就是科技跟成衣紡織結合 所造成的結果 因為過去紡織大家都知道嘛 衣服就衣服 然後什麼科不科技 沒想到啊 真的可以將科技 尤其奈米啊 奈米也是一種科技嘛 應用在衣服上面啊 反正大家現在都明白了 生意啊 毛利率暴增後面跟來的就是EPS大漲啊 EPS大漲股價當然要怎麼樣 本益比各位知道吧 就要拼命的往上來漲嘛 老船長你講的很有道理喔 真的不好意思 我們再問一下 還有沒有下一株 對了嘛 這就是我上個禮拜五 我已經開始提醒你們了 馬上網路上就有人模仿我了 哎呀科技加成衣啊 好啦沒關係啦 這個如此可教也 我現在跟大家講 莉莉這家公司喔 它是怎麼樣 它是將喔 紡織跟科技結合 倒過來 什麼意思老船長 你看如紅喔 他利用高科技讓他的怎麼樣 他的成品喔 他的成衣喔 變得怎麼樣很有競爭力 毛利率很高 他利用科技 莉莉倒過來 莉莉是怎麼樣 用他的材料 來輔佐電子的零組件產品 這個不一樣 你腦筋如果不夠好 你是搞不清楚的 我再講一次 譬如說蘋果的連接線 有圖有真相 這張圖你們已經看了幾個禮拜了 主腦袋你閃開一點 不要擋著我 我們請導播Zoom近一點 來 這個是環保材質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等你們拿到手機的時候 你的連接線 就不是以前那種很容易壞掉 很容易破損的塑膠線 唯人所詬病很久了 那麼我一直在說 現在是環保當道的時代 你看連發電都要綠電 都要鋒利對不對 那你蘋果這麼大的企業 你敢不對環保做出貢獻嗎 會被人家罵死的 所以蘋果真的是一家 非常聰明的公司 我們這個產品線 連接線常常斷 常常壞被人家罵 我們現在把它弄成環保材質 不容易斷也不容易壞 而且又怎麼樣 告訴大家 我們蘋果是很重視環保的 欸這簡直是怎麼樣 一石二鳥的怎麼樣 上上之策 那請問一下 這個編織線請問蘋果公司它會做嗎 不會嘛 台灣的這些蘋果供應鏈會做嗎 不會啊 他們都搞電子的啊 原來這是材料對不對 就找到誰 國內的大紡織廠 莉莉啊 那麼莉莉呢 也沒有怎麼樣讓大家失望 果然是台灣之光啊 他一舉獨家帶領拿下 蘋果的怎麼樣 所有連接線的外包材啊 那蘋果我說過4G換5G iPhone 8 9 10 11 乖乖的怎麼樣 都要換成5G啊 我在幾個禮拜前就講了 果不其然啊 各位看一下 三倍啊 目前喔 目前預購已經三倍 我覺得不只三倍啦 那簡直是爆了你知道嗎 因為4G換5G 它有必要性 我一句話就講完了 其實分析不要廢話一大堆 有必要性 講完啊 不然你有本事你不要換啊 我就是不換5G怎麼樣 你不要換啊 3G換4G的時候 你也說你不換啊 現在乖乖換 電信公司會叫你換 你放心 它常常讓你轉圈 搞死你 看你換不換 然後再給你一個優惠方案 對不對 換一換好了 對啊 那 重點來了 對不對 我的環保材質 來輔佐你的電子零組件 那 既然手機賣到翻過來 對不對 還沒有開賣 預訂已經翻過來了 各位啊 專家預估2.2億支 我看不只啦 每一支都有怎麼樣 一條連接線 之前還有一堆網友 在網路上散播謠言 說沒有配 我覺得這些人都在造口業 明明就有 還要故意說沒有 可能是怎麼樣 空頭大老書的會員 在網路上放謠言 我相信時間會證明很多事情 不會因為你放謠言 那就怎麼樣 而且莉莉這檔股票 我說過空單根本不用管它 沒有幾張 外資也沒有力量 它是要這支股票是要看怎麼樣 趨勢 基本面還有主力 等一下下半段節目我會講 好 那麼你看 除了這個之外呢 喔 還有 Apple Watch 現在大賣 你知道你現在去蘋果專賣店 你買不到手機嘛 要先預訂對不對 那你就怎麼樣 直接先買手錶 手錶你現在買得到 哇 賣翻了啦 那個錶帶就是怎樣 有圖有真相 再來啊 老船長你好厲害 對 這個錶帶聽說台幣就要三千塊 莉莉做的 有彈性 又透氣 又怎麼樣 又時尚又潮 賣翻啦 Apple Watch 那每一支手錶 這麼大的部分是錶帶 莉莉做的 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呢 我們下半段節目回來一起講 導播 文字幕志愿 古海茫茫茫茫茫 古海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盘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制覆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會局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帶領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好那麼再來呢 就是很可愛的音箱 我沒有把它做成圖 但是大家都知道 那個音箱 那個智慧音箱 家裡面每一個房間 都可以放一個 因為一個才3000塊 它的那個外表有沒有 也是這種環保材質 也是粒粒做的 那這個智慧音箱 也會大賣 包括我個人我就要去買 因為你知道嗎 聽音樂是一個非常 我覺得非常舒服的事情 尤其你睡覺前 對不對 放放聽音樂 現在已經不流行 那種什麼大的喇叭 那個你放大聲看看 隔壁馬上告你 這個小小的智慧音箱 放很輕柔的音樂 平常房間或睡覺前 甚至有朋友來 開點音樂不錯 那還有其他功能 我就不要講 我覺得最重要的 就是我個人喜歡聽音樂 不要搞得那麼複雜 現在都網路抓歌曲 也不需要什麼CD卡帶都不要 所以我覺得智慧音箱 一定大賣 好啦 連接線 錶帶 智慧音箱 三種都要用到環保材質 清一色 對 八台 打麻將都知道 亂來 清一色 全部都是利利獨家 供貨 那不得了 獨家兩個字叫做毛利率一定高 如果不是獨家的 不好意思 毛利率可能很低 尤其是什麼代工的 你看我會不會去講那什麼 什麼什麼組裝代工那些公司 買那個幹什麼 對不對 好 你看 我給你看月線 來跟我一起念月 預越月 預約 四升月 月線 就是每一根K棒 就是一個月 所以這邊長達了 一二三四五 五年多的時間 大概我們就算五年好了 五年前的高點 這邊有個高點才十九塊多 連二十塊都不到 大家去想五年前的利利 哇 這樣子標的 請問一下五年前的利利 有沒有接到蘋果的訂單 那個時候有沒有連接線 有沒有錶帶 有沒有智慧音箱 利利標翻了 那個時候就可以到十九塊多了 現在三大產品 這麼重要的零組件 都是利利獨家提供的 這是月線 從這裡到這裡而已 上一次還是從這麼低 那這個漲幅更大 現在只是從這裡 也只有到這裡 大家怎麼樣 嚇得要死 哎呀 啊漲多了 我每次聽到那個分析師 他自己沒有帶會員買 然後會員都疏死 做別的股票 然後那個大財經台 剛好又一定要訪問他 就是因為利利現在當紅炸子機 然後就聽到那些大老師在那邊 顧左右而言他 這個地方漲多了 不要追了 你的老師到底懂不懂 什麼叫做漲多了 他對於利利完全不了解 這是一種可能性 還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見不得別人好 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 但是在這連線的過程當中 他造了很多的口業 因為胡說八道 害死很多投資人 本來抱著利利的 被他講說怎麼樣 不要追高了 然後把利利賣掉 你們會不會常常聽到 有分析師這樣 盤中連線胡說八道的 因為我盤中有時候 就是說把這個開一點點聲音聽 我看他們怎麼鬼扯 對不對 結果果然 上次在利利還沒有突破 13.8的時候 各位 你知道嗎 就是有大財經台跟大老師連線 訪問 我不要講那個男的女的 因為我會講 大家知道我講誰 然後人家問他利利 這個地方不宜再追高了 隨時會壓回 講了一堆廢話 然後說13.8這邊大量不容易突破 對 真的不容易突破 今天收盤不高也有15塊 13.8在哪裡 也不過過了兩天的時間 分析師不要隨便造口業 因為當時在盤中 對不對 人家聽到趕快賣掉 那你要不要賠錢給人家 所以說分析師 不要你自己隨便連線 隨便胡說八道 那主持人有時候就會問東問西 主持人有時候也是亂問一通 那老師有時候他總不能說 我還沒有準備 所以我不能回答你這個問題 他就怎麼樣 趕鴨子上架就硬答 那硬答的話就是 他的會員沒有 他總不能說很好 很好 我的老師為什麼沒有帶我買 因為他的會員也在聽 也是在看大財經的節目 所以有很多東西 老船長不點你們 你們不知道 好 那我剛剛節目一開始 我講如虹 如虹就是一個例子 讓很多投資人心碎 午夜夢迴 總是想起 如果當年我的如虹 沒有亂賣的話 我現在不用開的這台破車 我不用去跟人家擠捷運 我好歹也開個雙B吧 但是你要知道 在股票市場 你要賺大錢 你要開名車住豪宅 不是沒有機會 而是你要有智慧 你有比人家高的智慧 你才有這個資格嗎 如果你只是隨波逐流 甚至去那種民間的 APP的網站裡面 每一個都是大師 講難聽一點 一堆人在裡面裝B 哇覺得自己很厲害 每一個都大老師 然後隨便發言 發言完又不用負責任的 那一種就是 老船長上去看看 散戶的心態 我最多就看看這樣子 那裡面講的話 我從來不會相信 到現在裡面 還在胡說八道說 這個股票最多到多少錢 大家都用猜的 就隨便亂講 沒有一個正規的分析 我現在來做一個結論 因為我用如虹來戴 讓你們知道 什麼叫做十倍的財富 那如虹十倍有沒有達成 有 那莉莉有沒有機會呢 大家去想 蘋果它這一次的 這個手機 已經預訂 已經翻過來爆了 對不對 那真正你們拿到產品 然後它會一直熱賣 一定到明年的事情了 對不對 好 那麼手錶也是一樣 還有智慧音箱 所以到明年第一季 都是怎麼樣 看誰蘋果吃得多嘛 那莉莉一次咬三口嘛 三口嘛 對不對 很多人一口都咬不到 有很多人是怎麼樣 大家一起咬一口 對不對 因為蘋果下單給你 給你給你給你啊 蘋果的個性就是 不會讓你一家吃嘛 但這一次為什麼 讓莉莉一家吃 因為別家不會做 未來會不會有第二家 我不敢講 好不好 但是目前來講 蘋果就是給莉莉吃 它就是獨家 獨家就是老船長常講的 毛利率一定高 對吧 好 那現在因為市場上 會在這邊十幾塊的莉莉 一直在糾結 就是因為 沒人知道莉莉 你以前的虧損大王啊 你到底會不會賺錢啊 你吃了蘋果單 到底吃了沒 現在還有人在問有沒有吃 那是有神經病 好吃了 吃了你EPS 到底是不是能夠出來 是不是能夠由虧轉營 贏到哪裡 假設 我是說假設 不要給我戴帽子 假設 現在有外資機構 因為外資可以亂講了 我們不行了 好 外資它現在跳出來說 我們給莉莉的平等 股價上看多少 第一個 外資它可以給股價未來 我們不行 因為外資 因為外國的拳頭比較大 那給一個價位 外資一定會告訴你說 為什麼 因為譬如說莉莉的EPS 從油虧轉營 現在來到 假設這沒有 不是真的 假設來兩塊好了 大家一看兩塊 然後抓本一筆 蘋果的概念股對不對 又吃三口 這樣算算 莉莉的股價應該到多少 那個時候就怎麼樣 碰 鎖死 就上去了 各位聽得懂嗎 那現在之所以在這邊 我給你看日線 看到沒有 上上下下震盪洗 對不對 黑K棒 都要往上走 這黑K棒也蠻妙的 收黑K往上走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 不是一致性的 中長虹 掌停鎖 跳空 為什麼還沒有 就是因為 它的EPS 還沒有出來 但是各位 千萬不要用大腦 去想這件事情 老船長什麼意思 你一定要用膝蓋想 你相信老船長 就是說 一家公司 獨門吃蘋果三大口 而且這三個產品 手機就是連接線 手錶 對不對 就錶帶 智慧音響就是 它外表的材質 這三樣都 現在已經告訴你 要大賣了 已經是確定要大賣了 好 那你認為 莉莉 它有沒有辦法 第一個 油虧轉營 第二個 EPS有沒有辦法 串升 如果你認為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 只是現在數字還沒看到 因為他們這種 好像都有簽保密合約 都不能講 你看公司派 都不敢出來 講半個字 你亂講話 蘋果就把單收走 給別家 對不對 那麼到嘴巴的肥肉 不是沒有了嗎 所以說 你們要用膝蓋去想 一旦我們判斷都OK的話 那數字出來是早晚的事的話 那現在賣十幾塊的人 我可以直接告訴你 你最後就會怎麼樣 就像如虹一樣 對吧 科技跟成衣結合造就了如虹 400塊的股價 那現在怎麼樣 我的環保材質 輔佐你的電子產品 一樣的道理 那股價十幾塊 那不是我們憲哥常講的 嘿嘿 見鬼啦 對不對 所以你來股票市場 你要投資 你就要走波段 波段需要時間 然後你要去判斷 這家公司值不值得 你去投資波段 我剛才分析了這麼多 這一陣子以來我分析了這麼多 每天股價 今天收盤要收最新高了 看到沒有 今天是收盤價的最高點 15塊 等到數字一出來的時候 我怕你真的是後悔莫及 這一集幫我按讚訂閱 而且一定要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讓他們知道 這樣子網路上就不會再胡說八道 聽懂這一集的人 你就有機會開名車 住豪宅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讓我們消融 那個朋友 альные 2016 那麼 告訴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